当三个女生为了一个男肉而勾心动小时 那场面该有多精彩呢 夏侯从刚出场开始 就一直保持着一副又转又酷的模样 再看看剩下的两个男嘉宾 一个多少带点很红 另一个则是非常典型的商业男 于是在这样的对比下 现在格外清爽的夏侯 就收到了全体女嘉宾的主动 我觉得夏侯很有那种少年感 我什么年龄啊 你 哪一转 这个年龄回来吧 这是少年 对 皮小孩 其中最主动的女生非小公主冷饿莫属了 第二天就抓住了和夏侯度数的机会 开始释放暧昧的信号 你带上我的打湿围裙 哦我也要带围裙 没有出现 这个围裙有点大 后面也在站起 没有 他笑了 同时他也非常敏日地感知到 剩下的女生都是自己潜在的情敌 所以虽然他和夏侯并没有因为这段午饭 而增加多少亲密 却并妨碍他刻意地给别人营造了 已经互生倾诉的假象 我们现在干嘛了 做了个法 给夏侯吃 怎么样 你看夏侯两个人玩得还开心 都没有吃饱 就吃了一个牛排 这是他第一次出现这种 撒娇 估计朗朗也没讲到 他这番故隆循序的话 还真的又说中了这位听众小猪的伤口 原来就是在同一个厨房里 小猪也曾对夏侯有过隐晦的嗜好 给他们拍个照吧 那就 男后动物自己当时过于被动了他 在被冷冷的话误导后 不仅没有如对方所愿意之内而特意反而激情的斗志 好吃吗 这个也是 顶级 好丑 不丑不丑 低调低调 越靠越近 你看他一直越靠越近 然而不管他们怎样 早前冷知的去激情撒猴 最后有个女生 遇见在外景上就经营过他们了 我喜欢长得比较 A的人 国内有个女明星我蛮喜欢的 叫Natasha 刘晨宇 完全不是一个星 而这位玉锦在驾驭夏侯的这样的小男狗上 我有自己手段 他还可以将心动性交给自己的另一个追求者 依此来勾起夏侯的极度 但为了不让夏侯放弃追求自己 他偶尔也会释放出爱人的信号 云烟上他的夏侯是那么的若即若离 但私底下 跟这位小男狗的战友玉库是一般的强 我觉得你今天跟云帆的互动还可以 我跟他有什么互动 就感觉啊 不管是吃饭或聊天啊 什么的都感觉还可以 看什么鬼 他想把冷冷 推给云帆 然后让这个夏侯完全跟他们没有关系 这三个女生对彼此间的心思和手段可谓是一进二出 但他们有再厉害的攻击逗争 也清楚最后的选择权依然在夏侯手上 我这最后一个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然而这样三足鼎立的局势并没有维持多久 对且非常清楚 自己最大的优势在于欧美化的外表与性格 因此 当和自己同类型的小黑出现后 毕竟慌了 在他看到夏侯把当晚的性能性交给小黑后 这样的情绪打到了顶峰 Every cool girl is hot boy 就大家都会把我当半个男生 他好准哦 我知道他会喜欢什么类型 他前两天晚上洗给我 然后我完全没有想到 不得不说 这样激烈的无形争动 也真的太有意思了